有些人他面对批评的时候呢 就感觉天好像塌下来的感觉 那有些人他面对批评的时候 则是非常的从容的 我们就可以把那些面对批评和从容的人呢 当作是内心强大的人 那其实Anna 什么是内心强大呢? 其实内心强大有很多个说法 那我们今天就来用这一个水杯 来形容一下什么是内心强大 那你看到这个水杯里面它是装满水的 这样水杯指的就是我们 这样里面的这个水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内心 那如果外在事情发生 他就会敲到这个瓶子 这个瓶子里面的水就会产生涟漪 那如果我们可以做到 当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外来因素击打这个杯子 那里面的水是平静的 这个东西我就称它为内心的强大 原来是这样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强大的话呢 外来的因素不管有多大的话 它还是处于平静的状态 处于平静的心呢 是让一个人能够很清晰的去分析 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他可以更加从容的去处理 更加成熟的去处理 他的这个情绪问题 所以他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内心的强大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